广州那边的白云猪手,可以说是粤菜里面最经典的冷饭之一 可以说是爽脆开胃,百吃不利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苗飞食,我是阿飞哥 今天我们做广东那边的白云猪手 首先我们帮你刮毛 鱼猪手最好是没有烧过的 烧过之后,鱼猪出来不是这么高白 刮干净一点 这些毛不好刮,就斩开再刮 肺喉水最刮更加干净的啦 看好了,先泡一下水,把里面的血水给它泡出来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最好能够泡个两三个小时 泡干净的猪手做出来更加的白净 我们先来煮一个味水 冰糖 盐 先把水煮开 尝一下刚刚好够味就行 盖上锅盖,先把水煮开 准备嫩姜150克,把它切成薄片 柠檬一个,也把它切成薄片 指甘椒准备几个,不能吃辣的少准备点 把它切成小段 把它放到碗里面,可以用 再准备一点泡的辣椒 把那个泡椒水也倒进去 这边,味水已经开了 味水煮开了之后就可以关火 然后加入白醋 酸甜适宜就可以了 我这里两勺刚好 把它倒出来 倒到盆里,让它自然冷却 这边出角也泡得差不多了 这边出角也泡得差不多了 就冷水下锅焯水 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 它拿出来,看见还有毛的,再给它刮一下 像这种缝隙啊,你刚开始你是刮不干净的 要二次给它刮干净 要一块一块的去检查的 像那种一间的角落,经常会有毛的 重新再刮一次的 像这些还是有毛的 必须要把这些毛都要清理干净 因为生的时候你是看不见 你经过焯水的就出来了 刮好毛了,放回锅里 要两个八角 桂皮10克,香葱20克,姜30克 全部倒到里面 加一点米酒 胡椒粉可以稍微多一点 水开了之后 盖上锅盖 转小火 煮30分钟 好了,这个猪手已经煮了30多分钟了 猪脚里面的汤水变得非常的浓白 先把这个溜渣给它剪掉 用筷子擦一下 它能够轻松擦肉的话就可以了 把它捞出来,这个汤还是可以喝的 这个汤可别倒了 营养很丰富的这个汤 倒入我提前冰冻的水 用冰水,冰那个10分钟 这样能够使猪脚变得更加的Q弹 等这个味水凉了之后呢,就把这个猪脚放到里头 让它完全浸泡到所有的猪脚就可以了 让它完全浸泡到所有的猪脚就可以了 加入刚才我们准备的泡的东西 柠檬,酸姜,小米辣这些 再加入20克的浓缩橙汁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封上保鲜膜 封好保鲜膜之后,进冰箱冷藏 6个小时以上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放到冰箱里面去 现在第二天拿出来的 我们拿出来摆一下盘 轻盈地透的白云猪手就做好了 这种菜你怎么吃,它都不会腻的 这道菜呢,来自广州白云山 是一道历史非常悠久的美食 而且是一道有故事的美食 在广州的每一个酒楼 都会有这道菜在售卖的 大家都看到这里了 是不是可以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 爽脆,挺弹 又很香 那种淡淡的果香味非常香,好吃 只要认真做菜 把菜做好了,多长时间都值 这么多辣椒放进去,感觉一点都不辣 小孩子都可以吃的 好吃这个 如果一点都吃不得辣的话 最好就是不要放辣椒也可以的 放辣椒开胃一点 放辣椒开胃一点 嗯 在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 来上一盘这个 无敌的 有想做生意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 用这个去卖 超级好吃 吃那么几块就留一些给孩子们帮学回来吃 嗯,好脆啊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这个菜 真的很好吃 建议大家尝试一下这种又爽脆 又开胃 又有点辣的 又有一点甜 一点点酸 像这种菜非常的爽脆 好吃的我都没有办法去描述它 你把这个味道调出来了 如果你们要做生意的话 绝对热卖 大卖 而且这种猪脚非常好保存 一个礼拜以内的话 不容易坏的 好了,本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美食 记得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